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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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是属于我们当地的一种疲乏 大疲乏歌 就是专门想戏 专门为那个戏讲故事 或者讲故事唱的 比如说在人多的时候 比如我们那边有个大大的鼓楼 到晚上来以后 那些老人就拿着这大琵琶 去鼓楼下面 火堂边就讲一些故事 然后他用那个故事 变成歌来唱 然后用这个乐器来伴奏 我叫我呢是武前 叫武前村 然后这些从小呢 就是费一点传统的那些乐器 然后在那边做一点乐器 农忙的时候 在家就做农忙 没事做的话 就去到国务馆去做一些 我们当地的一些乐器 像牛仔琴啊琵琶啊 这些之类的一些乐器 我呢是我们都是这个团体 是来自中国贵州的 贵州贵州省的乾隆南 有一个礼平县 我们都属于礼平县 那里有个我们属于是地门 地门有一个村 我们是属于动族人文生态 谱管的成员 我是从跟随我爸 我爸爸写的 我是开始写的是12岁 12岁开始写 开始12岁开始写的时候 我是写的是动笛 我们动族还有一个乐器 叫做动笛 然后之后呢 就开始开始弹琵琶 然后做琵琶 像我说呢 这个呢就叫做牛腿琴 我们当地呢 就叫做牛霸腿 还有动语就是国际 国际 因为它的形象呢 像我们当地的 它有点像那个牛的霸腿 牛腿 然后我们就叫做牛腿琴 它是有两根弦 然后拉 拉出来是五个音 有五个音的 这个呢都是这种小型的琵琶 它有三根弦 这种琵琶呢 它是主要是用假声来唱 一般都是在人多的时候 或者谈一首人多的时候 老人啊 这种琵琶都是唱歌 都能唱歌那些老人的 就是孝敬老人的一些 各种之类的乐器 然后呢 这个叫做也是琵琶 这种琵琶它是有五根弦的 五根弦呢 然后它弹 它也有五个音 一般都是用 这首歌就是女生 女生自弹自唱的一首歌 的一种乐器 比如是像琴歌啊 就是比如说相识型的那种 以前都是我们老人都说 歌养心换两身 心是歌来养的 然后心它是用什么音乐 在音乐是在我们当地的话 琴歌是很重要 以前像我们上一辈去找琴人 找姑娘之类的 必须要唱 会唱琴歌 我们当地的那种琴歌 比如是牛腿琴歌 像这种牛腿琴歌啊 还有那种琵琶歌啊 还有那种琵琶歌啊 还有大哥 大哥也代表 是有点琴歌的之类的 要是你在当地的话 不会那么两伸手 爱琴歌的话 很难找到对象 这个也不是关于我们地方的风俗 像我们这种年纪 我们从小受老人的那种感染 然后到了中年 就开始像我们自己的年纪 就去写 到以前很小的时候 那种感染 然后然后就是说 他们在劳动或者休息的时候 他们老人家都会唱歌 他们用歌来那个辛苦了 比如说做事很辛苦了 唱两首唱两首歌来晃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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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汉语吧 是汉语的吗 是汉语的吗 像我自己年底呢 像做这些乐器 还有玩这些乐器的 几乎都很少 所以我也想把这些乐器 再传下去 所以我每天 没有事做的话 我就去那边去博物馆 做一些乐器 还有教一些乐器 教个小孩 那些小学生 那些